2月13日,某网络平台播出了谢信芳的专访 她以好友聊天的方式接受公关大佬刘希平的访问 谢信芳除了大方秀出儿子视频之外 也谈到了林丹在2016年发生的那一场风波 当时林丹的头拍照片铺天盖地 网友十分关注谢信芳的反应 人人都认为两人离婚的机会很大 可是谢信芳本人却做出了令人意外的选择 她原谅了丈夫站在她的身边跟她一起面对风雨 网友被谢信芳的软弱记录 纷纷跑到林丹与谢信芳的微博下面留言门码 谢信芳表示 我的生活 说多了也没用 你看我们赢球 赢球也要被评论一下 然后一输 那肯定就是 都是说 你最近念的不好 或者各方面的问题 什么落马了 那个又被黑马挑落了 之类的那种 就是从小就已经被骂惯了 她是运动员 性格有坚依的一面 每次比赛无论输赢 他们都有被骂的经验 网友的言论影响不了她的个人生活 信心方解释自己为何会选择原谅林丹 她表示 我觉得婚姻里面太多的事情不是说不是非黑即白 然后不是说你是主导的或我是主导的 就在婚姻里面没有说谁更强谁更弱 我觉得这个都是不存在 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然后这个事情对我来说 可能我们会出现一些问题 然后就像所有人都知道 也不宜就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验 我觉得每个家庭都会有问题 而且现在不是说家庭有问题 可能你的人生很多时候你都会有问题 那有问题那就是如果是能达成一致 可以说我们共同去解决 我们共同去努力 去为我们这个家里面去制造一个更好的氛围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就一起去努力去完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